這個他有個特別特別特別對立就是說 人民是自願自有的買賣關係 政府的話他有強制力量 因為政府是國家的力量 所以他有公權力他有強制力量 那因為這樣子所以就造成這個人民在 在這個互相間的來往 這邊兩個都是 是兩個是對立的 就是說任何人民之間的關係 來往都是負利的 因為如果你對我們有利的話 我不會跟你來往 買賣的東西都是這樣子 國家之間來賣也是這樣 人民之間在個人買賣也是這樣子 所以他是雙贏的 但是政府跟人民 因為政府家跟來賣 因為政府他有公權力 所以他就不一定要得到你同意 可能你同意你不同 你不同意的話我要做這樣 所以他就很可能是單立的 那單立可能對整個社會就不一定是有好處 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所以在那個規範上 就是對市場跟政府規範 事實上也是非常對立的 在市場上在希望經濟學 事實上就是講自由範圍 你說你什麼都不要管 就讓他自己去做 人民你想做什麼做什麼 你要工作你要花錢 就隨便你去做 但是因為你做的時候 你是要得到對方同意 所以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兩邊都是負利的 那政府就不一樣 政府因為他有公權力 公權力這個 他有軍隊啊 他有檢查 他有接力 他可以槍斃人 所以這政府的規範就是剛好相反 他要用這五包大綁給他綁起來 這個就基本上是憲法 憲法基本上有兩個要點 要點就是政府的組織 就是三權的婚禮 是希望的這個觀念 台灣是以前憲法 其實還是三權 三權的婚禮 就憲法跟施法 互相是婚禮 就互相是 另外一個就是規範這個人民 基本人權 就是包括信仰、結社、集會、思想、教學、講學 在台灣包括這些東西 天使什麼東西都是人民的欣賞權力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二三條規定說 以上所講的這個權力 除了這個什麼避免緊急危難 什麼社會公益 四條件之外 不得以法律懸出資本 謝謝